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新来的男护士小圆 主动要求去给明天造影的35床大爷贝皮 大爷今年76岁 严重的不稳定型心脚痛 不稳定型心脚痛 不得不造影看看 疫情期间不让家属陪伴 所以小圆自己一边帮着大爷脱衣服 一边和大爷交流 小圆戴着口罩 但是也闻到大爷身上有一股老年味儿 于是随口就说了一句 要不让他帮忙洗洗澡 小圆其实是好心 可是大爷比较敏感 听到这话 以为是被嫌弃了 老年味儿到底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 世界上多个国家 早就有关于他的研究 经过研究之后 发现有绝大部分人 在40岁之后 身体逐渐就会产生异味儿 这就是人们口中的老年味儿 随着年龄增长 味道也越来越明显 最后研究查明 老人味儿的出现是因为 机体分泌的一种 名为韧吸泉的物质 这种物质是皮肤脂肪 在空气中进行细菌的分解 和氧化而产生的气味儿 在某种特定的程度上来说 韧吸泉这种物质的分泌 也和衰老具有很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 老年人和青年人相比 形成代谢速度很慢 这就会在皮肤表面 产生以及堆积许多衰老的细胞 如果这些细胞 没有得到及时处理 就会被细菌分解 从而产生异味儿 因此老年味儿就出现了 为什么老年人会有老人味儿 一 衰老 随着年纪增长 身体各项器官 以及细胞组织功能 正在逐渐衰退 老人味儿是身体衰老的表现之一 目前医学界 对于老年人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 最受认可的是 是日本学者提出来二人吸拳说法 这种味道其实是一种叫做二人吸拳的东西 这一种不饱和拳 但这种二人吸拳浓度大的时候 就会散发出奇怪的老年味道 令人感觉到油腻加草臭味道 但是如果是极低浓度 这种二人吸拳 却会表现出香气和香味儿 可以添加到食物中 我们日常的饮料 咖啡等食物中 就添加了二人吸拳 从而改善或增强食物香气性质 使得食品的香味和香气 比天然食物还浓 这种情况 其实还存在于排泄物和玫瑰花之间 排泄物之所以臭 一个原因就是含有高浓度的银朵 玫瑰花之所以香 就是含有极低浓度的银朵 所以香和臭其实就在浓度不同 一念之间 二油腻食物 有些老年人的胃口非常好 喜欢吃一些大鱼大肉 经常吃这些脂肪含量比较高的食物 就会影响到老人的消化功能 消化功能不好 食物的残渣就不能被顺利地排出 就会出现口臭的问题 很多老人都有口臭的问题 时间长了 身体也会出现这些异味 可以闻一下自己嘴里的气味 如果闻不见 可以闻一下自己唾沫的味道 如果唾沫比较臭 就有口臭的问题 三、卫生习惯 有一些老人之所以有非常大的老人味 和日常习惯有关 尤其是卫生习惯 上了年纪以后 很多人都比较懒 不想动 在清洗方面就会有所欠缺 洗澡和洗头的频率都会下降 时间久了 身上就会出现异味 还有的老人存在大小便 失禁的问题 如果来不及上厕所 就有可能弄到身上 没有及时的清理 也就会出现不好闻的气味 四、疾病 年纪增长 大多数老年人都会被心脑血管疾病 以及慢性疾病所缠绕 尤其是糖尿病及高血压 糖尿病不仅会导致身体功能下降 同时也会让老年人身上 散发出来特殊味道 糖尿病患者身上存在烂苹果的气味 慢性肾脏疾病 以及肾衰竭患者身上 会有股咸鱼味 患有牙周炎的患者 会出现严重的口臭 五、经常有着不良习惯的人 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 相对来说更为严重一些 长期的不良习惯 更有可能会患有泌尿系统疾病 以及生殖系统疾病 产生的异味更加严重 老年人身体抵抗力不如年轻人 在日常生活当中 皮肤疾病以及湿疹 也是常见问题 会使身上出现一些特殊的气味 之所以特殊气味长期存在 是由于疾病所导致 要提高警惕 老年人要想减少身上的老人味 一、调节饮食 多清淡、少重口、多吃坚果 老年人要想减少身上的老人味 饮食上必须要保持饮食清淡 少吃一些腌制、刺激、油腻的食物 多吃新鲜蔬菜与水果 保持营养均衡 二、多喝水 随着年纪增长 老年人身体素质变得更差 细胞代谢几率降低 喝水过少会导致生命活动缺少水分 不利于体内有害物质 以及代谢产物排出 会隐藏污垢以及细菌 同时多喝水能减少肝脏、肾脏的负担 降低血液血脂浓度 预防心脑血管 以及慢性代谢疾病 三、良好卫生习惯 洗澡、结牙、泡脚、开窗、洗衣、斜袜 老人不能因为年纪大了 就对自己有所放松 在卫生方面尤其要做到位 四、戒掉不良嗜好 现实生活中很多老人都有不良嗜好 也是其忠实爱好者 这两类爱好对于身体健康的影响是很大的 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健康隐患 长时间有着不良嗜好 会形成非常严重气味 特别的难闻 这也是老人味的来源之一 五、优质睡眠 不管在哪个年龄段的人 都应该坚持早睡早起 尤其是老年人 要想维持身体健康状态 一天要保持七到八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晚上十一点之前必须要入睡 充足的睡眠不仅可以使人气色好 同时有助于维持体内正常的新陈代谢 加快毒素以及代谢产物排出 减少身体负担 改善老年人身上存在的怪味 六、控制血糖 尤其是高血糖以及糖尿病血糖 超出正常指标时 会导致身体糖代谢受到损伤 在临床医学上 对于慢性代谢疾病不能完全治愈 只能够通过方法控制 延缓并发症出现 体内血糖高 会使脂肪蛋白分解快速 使身体当中散发出来难闻的气味 调控好血糖 不仅有助于心脑血管健康 同时还可以减少 老年人身上散发出来的难闻气味 提高晚年生活质量 预防慢性疾病以及并发症 七、坚持运动 生命在于运动 每天坚持运动 不仅更有助于强健老年身体素质 提高免疫力与抵抗力 降低患有其他疾病的风险 同时可以减少细菌滋生 远离老人味 其实我们都会老去 这是我们的必经之路 所以以后我们可能身上 也会发出老人味 这并不稀奇 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我们都应该保持个人卫生健康 这样和别人接触才更容易 才会被家人和他人接受 随着我们慢慢变老 不但身体可能会散发老人味 我们的行动也会迟缓 听力视力也会下降 吃饭都和年轻人吃不到一块 吃饭速度也会大大减慢 上厕所也会花更多的时间 所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会慢下来 甚至出现尴尬的局面 这就要求每个年轻人 更多的理解老人 因为我们谁也会老去 同时每个年轻人应该多关注 关爱老人 老物老以及人之老 儿女的更应该嘘寒问暖 多打电话 多聊视频 多回家看看 作为老人也应该有一个好的心态 不要过于敏感 到啥年纪 做啥事情 老了就要学会难得糊涂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妈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